就作戰層面而言 我個人也認為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挑釁行為 中共解放軍多軍種多架次戰機 接連兩天 勤入我國西南方防空識別區 進行海空聯合操演 國防部10號晚間 召開臨時記者會 分行共軍這一次演訓目的 是希望藉由常態演訓 要塑我國軍機活動空間 整個操演區域 距我台灣最近距離為90海里 中共解放軍此次演訓的活動 已經進入我防空識別區內 西南海空域 對我空防跟區域和平的穩定 造成影響 面對共軍擾臺 我軍立即警戒 運用空軍廣播警告驅離 而國防部也強調 會盡量避免擦槍走火 外交部也召開記者會 嚴正譴責中方近來的挑釁威脅 並呼籲國際社會 因共同面對當前局勢 中國政府正為區域 投入一個極端不穩定的因素 國際社會應該要共同的正視 這項行程中的侵略性的力量 為此外交部 我們在今天9月10號 已經將中方威脅的資訊 已經分別通報了重要的有我國家 兩岸情勢緊張 外交部國防部接力向國際社會喊話 當中共解放軍選擇 在台灣附近海空域進行大規模軍演 明天就可能在其他國家周邊 上演同樣威脅 同時也呼籲北京當局 不要再當麻煩製造者 應對區域和平穩定 做出貢獻 原詩新聞就是買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